剛剛有提過轉型的問題 那其實轉型對我來說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往後如果你今天丟一個錯誤的資料給他 那他將來在做比如說使用的時候就不對了 比如說我今天像Prince裡面一定要給一個字串 你不能給他一個數字 如果你給他一個數字的話 數字串跟文字他沒辦法直接串 所以會造成錯誤 比如說什麼 像我們剛剛這個例子好了 像這個例子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再做一個延伸性的練習 那我習慣是 比如說我希望這個拿來改的話 會做一個另外一個版本的控制 比如說我舊的要留下來 我要換一個新的 那我習慣會把這個VAR點PI有沒有 複製一下 再貼到同樣的位置 這個這個比如說Package裡面 然後他會問你說你這邊是不是要一個新的名稱 我有貼一個新的 比如說第二第三 也許第一次寫第二次寫 一直可以練習 你可以多多練習 沒關係 那貼上之後的話 他就會把這個做保留 你可以再去做針對這個去做修改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針對這裡面的東西在print出來的話 我要知道說到底這個東西是什麼型別 把它加在前面 那特別是加在前面的時候你需要什麼 列印 所以可以print 那print之後的話 你可以加一個 那個string型別冒號 好了我 這應該沒問題吧 你就是第一個 這個就是什麼 比如說printer 然後呢前面就是一個字串 所以我們待會就是怎樣 可以在底下寫一行 string 串接特別重要 這邊順便學一個 以後如果說你這個字串 要跟另外一個字串串接的話 你可以多一個加號 那這個加號的話 兩個可以串在一起 再做輸出 所以你會發現輸出結果會是像這樣子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串接 那串接符號的話 其實這個加號在其他語言 java也是類似一樣用加號 可是如果在VBA裡面不是用加號 他是用這個on end 不太一樣 反正就轉換一下模式 我剛剛提過 好啊再來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要輸入什麼 輸入是一個int型別 像x2有沒有 他是一個123456 可是如果你今天輸出 基本上是printer 假設你今天寫應該是這樣子寫 寫是怎麼寫呢 比如說你是int型別 加一個x2 但是你會發現 如果我這樣寫會不會正確 會不會有問題呢 理論上 執行看看 你會發現喔 好像直覺上是ok的 但是你會發現底下呢 他就會出錯 錯在哪裡 基本上你可以發現 他已經告訴你哪裡錯了 有沒有 type type就是資料型態嘛 al就是錯誤 必須要是stree 自傳 nats int 有沒有他已經講得很清楚啦 只是說你可能要慢慢習慣 他的那個告訴你的錯誤的地方 那如果你以後都看懂他跟你講哪裡錯的話 我相信啦以後你在寫那個python的時候會非常愉快 因為錯誤都會告訴你 因為錯誤都會告訴你 意思就是說 也要提供給我一個自傳喔 你不要給我個整數喔 你給我個整數就是不對的 那當然啦以後不只是那個自傳 也有可能是不對的 就是說行別不對啦 那這個其實是還蠻常遇到的 那這個時候你需要怎麼做呢 你需要把那個x2怎麼樣 轉型之後再輸出 轉型之後再輸出啦 其實在其他程式員也都有類似的概念啦 比如說加碼裡面也有轉型 那轉型裡面還有分成什麼 比較安全的轉型跟強制轉型 不過在這裡沒有強制轉型 因為好像他慢慢把一些不必要的東西拿掉 那VBA更厲害 VBA 如果VBA寫這樣不會錯 因為VBA很聰明 VBA知道說你後面應該要數字沒關係 他其實比較有人情味 什麼意思呢 他會自動幫你轉型再輸出 所以在VBA寫這樣子的意思 不用轉型 在Python 他可能介於Java啦 所以他可能需要轉怎麼轉 所以在講義裡面 我有提到 就剛剛這個地方 如果你將來需要把 某一個變數 變數轉換成 自串的話 很簡單 前面加一個STR 就轉了 如果說你要把某一個資料裡面呢 轉成floater 小數點的話 加一個floater 轉整數 加一個RNT 應該沒問題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解決個問題的話 很簡單 加一個STR 前刮弧 再加一個後刮弧 有沒有 OK 那這樣的話 如果把它輸出的話 問題還存不存在呢 試一下 OK 執行 有沒有 這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RNT行別冒化 後面的話呢 他就會先怎麼樣呢 幫你把那個123456 本來是一個整數 先轉換成什麼 這樣子的123456 然後再跟這個串 串完之後再輸出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意思 反正這個轉換行別 這個對很重要 但是你不講也沒辦法 因為將來一定還是遇到 你錯了 你又不知道怎麼辦 OK 第一個 再來後面一樣 float這個部分也是一樣 有沒有 float的行別 那我們以上加一個STR在前面 把它輸出 那再來的話 如果要取得什麼呢 假設這個地方 list的行別裡面的第三個資料 第三個資料是 123 我要把3取出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一樣 在這邊print什麼呢 先打一個我需要的文字敘述 再串接一個STR 然後呢把x4 有沒有 123是第三個 所以這裡記得 我前面講過它的所影值呢 一定是0 123 那我要第三個的話 就是輸入什麼 輸入2 我應該可以懂這個道理吧 這個跟在Java裡面的那個array 也是一樣的概念 只是說它是一個中瓜糊 OK 那我們就把這個地方給輸出了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練習一下 再來就是剛剛好像同學比較容易出錯的是這個 Jencoding 然後那個冒號UTF 那個減不是底線 所以如果等一下如果假設有問題 這行程式 其實好像沒有很多 如果你現在還會打錯的話 我就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雲端上面 並且把它格式化一下 讓各位等一下 怎樣 直接如果你不對 沒關係 先複製貼上一下 比對一下 如果還有問題 你再來做修改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剛剛沒有切 直接就試一下